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熟灵教室 现在我们是去到第七讲的时候 这个第七讲我们都转换了一个角色人物 老王 再不是罗伯安 而是耶罗伯安 上一回我们说到罗伯安因为狂妄自大 没有听从老人家的劝告 他就听了年轻人的建议 结果说出一些狂言之后 就令到国家是一分为二 所以我们看到耶罗伯安从此之后 就可以领导不觉的人 因为不觉以色列十个支牌 那些人非常之喜欢耶罗伯安 也都拥戴他做他们的皇帝 当这位耶罗伯安做皇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位的人物 可以说是非常之幸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皇族的背景 其实也不是贵宙的背景 也没有皇族的血统 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 只不过上帝是简选了他 成为一国之君 上帝的恩典简选就临到这位耶罗伯安的身上 用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说的说话 耶罗伯安真的是一个懒手 然后不过意就拾了热尖堆 回来了 弟兄姐妹们 其实当耶罗伯安要成为北国皇帝之前 原来上帝也都老早猜派了他的仆人 来到他再三个叮嘱他 因为上帝既然拣选他要做北国皇 上帝也都要一早提醒这位耶罗伯安 告诉他当你要做皇之后 你要谨慎 你要小心 有什么你要去做 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 第37、38节是讲得非常清楚了 其实在36节已经这么说了 他说我只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 使我的仆人大位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那里 在我面前常有灯光 接着就对耶罗伯安说了 他说我选你 使你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作和 成为以色列的和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紧守我的律例典章解明 将我的仆人大为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将我为大位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赐给你 各位 刚才的经文我们听了之后 你发觉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向耶罗伯安宣告的说话 其实是非常公允的 公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上帝没有偏待一个人 上帝没有说你不是王族 你没有王室的血统 我就看下你 不是 上帝说我既然选择你做王的时候 你和南国的耶罗伯安一样都可以来执政做王 那你们做王的时候 如果你们都是遵行我的道 听从我的命令 遵守我的律例 如果是戒命的话 上帝就说我要坚定你的王位 好像上帝坚定大位王的王位一样 由此可见上帝对两个王 上帝对这个特别一个新造王的耶罗伯安 都是一视同仁 没有偏待他 只要他行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 上帝就会祝福他坚定他的王位 大家知道当耶罗伯安做了不觉的王 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他又知道上帝的心意 因为上帝老做 透过先知提醒了他 但当耶罗伯安做不觉的王之后 是不是从此一帆风顺呢 当然不是 大家知道耶罗伯安做了不觉的王之后 很可惜他也没有很专一的 听从神的命令 而且他也都将上帝对他的吩咐 可以说忘记得一刚二正 以至到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竟然间他犯了五样的错事 也都简单来说犯了五宗罪 哪五样的错事呢 第一个错事呢 圣经在这里记载的呢 就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 经文怎么说呢 耶罗伯安心里说 现在这各恐怕仍会归大为家 这百姓若想耶路撒冷去 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 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 犹大王罗伯安 他们就会来杀我 迎归犹大王罗伯安 那耶罗伯安呢 就筹划罗伯安 铸造了两个金牛毒 对百姓说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 实在是太久了 以色列阿汉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明 他就把一个安置在八达里 另一个安置在旦 这是使百姓陷入序里 因为他们甚至到旦去拜那牛毒 耶罗伯安在一切的丘坛建神殿 立不属利未人的平民为祭司 刚才的经文 我们看到第一宗的罪 耶罗伯安所犯的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做了两个金牛毒 顶尖们 为什么他会做两个金牛毒呢 一提起金牛毒呢 我相信你和我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 不停来兜兜转转的时候 他们见不到摩西的时候 他们的心开始在一个荒乱 于是那些百姓就要求阿伦 帮他们做一个金牛毒 说这个金牛毒呢 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了 但是现在呢 谁不知呢 无毒有偶呢 去到耶罗伯安的年代 竟然间呢 耶罗伯呢 也都擅自製造两个金牛毒 而且一个呢 摆在巴特尼 一个摆在达痕的地方 一头一尾的地方 然后呢 就叫百姓呢 就不需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了 只是拜金牛毒呢 就可以了 因为呢 你上耶路撒冷呢 路途遥远 很不方便 倒不如呢 近近地 就拜这两个金牛毒 他们呢 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来的 你看看耶罗伯安 是不是真的犯了一个离天大罪呢 大家知道耶罗伯安做了两个金牛毒呢 你千万不要看少这个行动 因为这个行动呢 可以说是令到北角 令到以色列国从此之后呢 就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深渊的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金牛毒呢 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呢 他们敬拜的对象 他们此此之后呢 就不再去敬拜真神 也都不去耶路撒冷 也都不想圣殿呢 来去去献祭 他们呢 就以这个金牛毒这个偶像呢 作为他们一个敬拜的对象 那弟兄姐妹们 耶罗伯安这一件的错事呢 可以说是一个鼎大鼎大的罪行 因为这个罪行呢 从此之后呢 不单止他这一代犯这个毛病 以至到呢 后来的世代 每一个北角的王朝呢 都模仿耶罗伯安的罪行 都是跟着耶罗伯安做了这些的 是很可怕 跪拜 敬拜 偶像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们 你看到耶罗伯安 没有这样的缘故 就停手了 原来呢 他跟着呢 他呢 就继续犯了其他的错事 是令人是引以为陷的 第二件的错事 第二宗的罪是什么呢 圣经第三十一节说 耶罗伯安在一切的丘坛建神殿 又都立一些的非利美人的平民呢 为祭司 那第二个的罪行呢 就是善立祭司 他施字善字呢 来到呢 去立一些的祭司 你和我 如果有熟读过利美记 我们知道呢 上帝要拣选以色列当中的其中一个支牌呢 是一生一世去专一去服侍上帝的呢 这个的支牌就是利美支牌了 利美支牌的人 才是有资格做一些的圣殿里面 里里外外的圣工 而且祭司呢 在圣殿献制的祭司呢 也都要从利美的支牌出来的 换句话来说呢 在利美支牌以外 再去选立一些的人做祭司呢 也都是上帝所憎恨的 因为上帝不喜欢其他的人 是模糊了 混乱了自己的角色 上帝给利美人的支牌 这个支牌是专一示奉神的 但是现在耶罗波安呢 觉得既然有金牛毒了 又找不到利美人 找不到祭司的时候呢 他就隆隆隆呢 就找一些的一般的百姓 就做祭司 各位 你看到这个这样的行动呢 也都是铸成大错的第二步了